为什么不等我呢 居然 我 parentheses 你选我吧 我就不拜拜 你说什么 你要把我怎么着 雨晨 你选我吧 我绝不背叛你 爸爸 你抱我一下会死啊 会死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 告诉我刘晓妍的事 反正你怎么都会知道的 是吗 等一下 你笑什么 笑我一下 谁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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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我的国王 我是他的不二之臣 我愿为他摇旗呐喊 也愿为他摘死沙场 我愿为他摇旗呐喊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但是推美已经结束了 对 陈涛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我相信他靠自己的努力 也能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的 再见 老师 您找我 楼下公示的推美名单你看了吗 还没 怎么没有方淑淼 喂 淼淼 你在哪儿 回去跟你说 我正在医院处理血案呢 你怎么办啊 血案 冯昌 你出息了 这眼看着就快要毕业了 你被一个处分 我看你也不用考研了 真怂 这种事他还打小不告 你最不怂 都被打成这样了 怕我就奇了怪了 我让你帮我了吗 我就是看不下去了 太欺负人了 那论文明明是什么 不是你写的 现在咱俩都搭进去了 你高兴了 请凤鲜到二号超红医院 有抹的有吃的 你自己回去看着吃吧 你 你要走啊 不然呢 你脑子坏了腿也坏了呀 对啊 还要我送你回宿舍啊 好好好 还没进来呢 打电话呢 你到底怎么回事 好香 那渣男我跟他分手了 他就把我的名字 从一起写的论文署名上去掉了 有必要吗他 至少给你个二座 他就是故意的 他跟我在一起 就托我是个本地人 不过他跟我在一起 什么都没得到 别去坏了 人间清醒 张志诚 你还是男人吗你 你现在又当又立的 你未免也太过分了 你给我听好了 你明天一早 就滚到学生处 把吴孟昕的处分给我撤了 不过你说这人跟人 还真是天壤之别啊 方说你要谈个恋爱 就成了学习路上的绊脚势 怎么到了朱运这儿 就比一双飞了 你和李寻的保研考试 什么时候啊 明天 去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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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饿饿 有鸡蛋 我来拿 Martha 你啊 你给我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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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李宗盛 喂 任迪 你们考验试了 帮我跟李双元说一声 房子定了啊 钱我先帮他垫上了 什么房子 办公室啊 他要做办公室 对啊 他要开公司 你不知道吗 谢谢观看